最近,印度人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情,人为制造洪灾 印度水淹巴基斯坦,这也配称文明 自印巴冲突升起,印度十万大军强势进入克什米尔地区以来 已经是第三次被报道出来的平民伤亡事件 那么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又会有多少呢 而且,更加让人恶心的是,印度还干了件丧心病狂的事情 人为制造洪灾,水淹巴基斯坦 援引巴基斯坦媒体8月21号报道 在夜间突然将上游的水闸放开 洪水净止袭击了靠近印度边境的甘达辛格瓦拉地区 由于是在深夜进行,巴基斯坦方面完全没有及时进行人员疏散 导致了上百万人受灾,而具体的伤亡人数尚未统计完成 报道中直接点明印度方面此举 完全是初此下招的不人道行为,触犯了反人类罪 利用洪水为巴基斯坦的平民造成了伤害 也延迟了巴基斯坦军事方面的部署时间 目前,八方已经采取应急院救援受灾群众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方面并未对开闸放红 水淹巴基斯坦一事做出具体状态 很难相信,印度好歹算是南亚地区的一个大国 甚至还不止一次希望能够跻身于联合国理事会 结果却做着无视平民生死的事情 这也配称得上文明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事发的前几天 还有印度军迷在外网吹嘘自己的军队如何如何强大 还拿着十年前的反对派武装袭击梦买的事件当例证 结果很快被各国军迷网友打脸 难道阿三们不知道他们处理这件案件 已经被各国列入经典的军事失败教材吗 这种反面失败教材还能吹得起来 当时从袭击发生到结束 印度当局耗费了60多个小时 军队混乱无比 指挥者第一时间被敌人击毙 直接导致整个反击行动乱成一盘散杀 十名袭击者就造成了195名人员死亡 600多人受伤 可笑的是 印度方面还好意思号称世界第三 吹嘘自己的军队如何如何强大 就靠着这种偷鸡摸狗的孤宣而战 从天上飞的飞机 到海上飘的航母 甚至海底的潜艇 自己军事事故多成什么样了 自己心里没点数 靠着一个个馊主意 打击无辜者来彰显自己的强大 而且巴基斯坦也并非是没有核武器 印度这样毫无底线的做法 难道不怕正义落到自己头上吗 岂不闻原子弹下无冤魂的说法